大家可能知道,I-140申请主要由美国移民局的两个service center处理,也就是德州中心,Texas Service Center,TSC,和内布拉斯加中心,Nebraska Service Center,NSC。 针对这两个中心,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说法,就是Nebraska处理中心的批准率要低于Texas。 于是,申请人,特别是EBEA的申请人,往往希望自己的申请能够被分配到Texas处理。 那么,身在美国的申请人,可以自主选择I-140申请在哪个中心被审理吗? 很可惜,答案是,现在不行。移民局网站上对于I-140的申请递交一直有明确的规定。 所有不使用加速审理Premium Processing PP的I-140申请,需要统一寄到德州的一个邮局收件箱,Lockbox,再由移民局根据申请人的地址分配到相应的中心来审理。 而这个分配,根据的就是,如果使用加速审理时,会与不同州的申请人所对应的中心。 在使用PP石油记地址的分配表上,移民局写的是If the beneficiary were working,于是有的EBEA申请人,认为只需要提供一个以后, 会去TSC辖区的公司或者机构工作的合同,带TSC辖区找工作的证据,就能将I-140申请递交到TSC。 以前确实曾经有过一些这样的成功案例,但是最近一年多以来,移民局似乎已经堵上了这个漏洞。 为什么说是漏洞呢?移民局在这里使用的是beneficiary词,而不是petitioner或者applicant。 因为职业移民,Employment Based Integration, AB,申请绝大部分都是雇主为雇员递交的申请, 雇主是petitioner,雇员是beneficiary,而雇主给雇员递交移民申请的基础是他们之间有雇佣关系。 而这个雇佣关系,指的是绿卡拿到以后,雇员将要为雇主工作,雇员并不要求现在就位提交申请的雇主工作。 虽然一般情况下雇员都已经在为这个雇主工作,所以决定申请在哪个处理中心审理的是雇主的地址,而雇员作为申请的beneficiary的居住地址是无关的。 同时,这里的地址是将来拿到绿卡以后的工作地址,而不是现在的工作地址,哪怕雇员已经在为这个雇主工作。 比如,某个雇员现在为雇主在纽约的办公室工作,雇主决定申请绿卡。 绿卡办下来以后,雇员要去德州办公室工作,这个I-140申请就需要按照德州的办公室地址所对应的中心来递交,而不是现在工作的纽约办公室的地址。 对于EB1A,它是能够使用PP的申请理念唯一的self-predition,也就是申请人同时作为peditioner和beneficiary。 因此,决定EB1A的邮寄地址的是申请人自己的居住地址,而跟雇主无关,也不要求申请人在申请递交的时候,由雇主支持。 另外,与雇主给雇员递交的I-140申请不同,EB1A I-140所根据的是申请人现在的资质,而不是将来的工作。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,EB1A的申请人也不应该被允许按照将来将要工作的地址来递交申请, 而需要按照申请递交时的居住地址来递交。 像我们上面提到的,以前曾经有过EB1A I-140申请,根据自己陈述的未来一项工作地点,被成功递交到TSC处理。 但是后来移民局意识到这样做并不符合要求,因此已经不再接受这样的递交方式。 违规提交的I-140申请,要么会被直接转到本来应当交到的处理中心,要么会被退回。 我们了解到不少这类例子。 另一方面,如果申请人目前在美国境外居住,一般来说,还是可以提交I-140申请到TSC处理。 以上内容由新卫明律师事务所和火人杨谦律师提供,公教育和交流目的,不作为具体的法律建议,欢迎来寻。 有关注我这个月中的窗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